有一些地方 细节假如说没那么清楚的话 那其实我也有个习惯 就是说我也会把我自己做完的相关的画面 也会再贴到云端上 就是我给各位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意思就是说 反正做完的东西 如果怕有缺漏的我就补在云端白板上面 这样的好处就是讲义当然应该篇幅有限 而且有些东西放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早上 可能我之前删掉的东西 我有把它用黄色区域把它mark起来 反正你就照着把它删掉 应该就OK 然后其他地方再把它修修改改 就可以改出你要的样子了 反正只要没有改错的话 就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样子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也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它的那个规矩 它这边是什么就是工作表名称 一个惊叹号 加上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 不然的话就是ABFG G20 所以其实 如果你将来要写成 就是变动的 因为像如果写这样就固定了 那以后如果你工作表名称 假如换一个的话 来源换一个 那可能 就会找不到那个来源的那个资料表 那所以我比较推荐 还是一样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以后呢 如果他原来写成这样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 去持 然后两个双引号 其实就改成什么 去持 去持指的是哪个工作表 那你可以把什么通讯产品 放到里面 然后呢 这样子前后要加双引号 这样子指的就是那个 哪一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范围 其实前面是他录制的固定的那个写法 那后面是改成 未来你假设要变动的话 可以写成后面的方法 把它放大一点点 这样OK 其实后面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写成这样的话 以后呢 你那个 你录好的程式 录好的聚集 大概只能跑固定的地方 那换个地方就出问题 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也可以什么 或可以改成 可以改成用第几个 或 像我的习惯 如果说你要第几个的话 你可以什么 改成 或是改成这样 就是 这个地方 你可以改成那个 这边可以改成数字 因为如果你的工作表 都在第二个 那你就可以什么 干脆改一个 就是 蓄齿瓜糊 第二个 这样也可以 以后固定位置 两种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最容易出错 聚集录制下来 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就是那个工作表名称 跟范围 它录的时候都固定 那你必须要能够随着你的那个 条件变动 如果你这边没有注意到的话 那很容易执行就挂掉了 如果这些都避开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还算蛮稳定的 那我们把它做完之后 第一个当然可以产生什么 产生产品名称的枢纽 所以我就假设 这个 早上做完的东西 那我就针对它 去变出一个枢纽分析表 那我按下它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那切回来之后的话 那个区域 当然这边是产生产品的名称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 那如果说我要改成区域名称 比如说哪一区 它的比数 它的卖几台 然后它卖多少钱 那如果换一下 列标签可能换成那个什么呢 换成区域的话 那当然之前也是就是 你要变成要重新加一个枢纽分析 那你这边其实也可以改成 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的话 要不就是你在录制一个 录制的话 这边基本上也是用那个 就是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那差别只是说呢 这个这个游标不能选 差别只是说呢 我把原来的那个什么呢 产品名称改成就是 产品名称改成区域 其实是区域名称 然后呢它几笔订单 不同区域会列出来 那销售几台 它列出来 销售金额也列出来 假如说像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快速的产生的话 一样 就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产品名称 改成区域的枢纽 按下它 OK 那这边的话 一样可以产生那个 就是区域的枢纽 不过里面的城市 我想应该蛮多 其实都会得一同的 也许 如果你不想要重写的话 大概其实就是改一下 我记得好像只要把 这个 产品名称的枢纽 改成区域枢纽 里面好像 就是那个什么 Pivate Fill 本来是 叫什么 叫产品名称 好像你把这个 城市改成区域 它就会自动变出 那个区域的那个列标签 也就是你 那以后啊 如果假设你要 跑那个多个 其实你只要把 栏位名称置换一下 变成一个变数 它也可以自动全部都变成 每一个每一个 就跑一次 每一个跑一次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那个 枢纽分析的自动化 自动化部分的话 还有做做什么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 也有提到 就是基础班的部分 也有讲到就是 最后你可以怎么 做出什么呢 诶 列标签里面 可以有什么呢 列标签里面 有产品名称 跟年度 然后呢 蓝标签呢 有那个区域部分 最后的话 里面就放什么 里面也许就放那个 总共卖几台的家总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 其实这个也是 从前面的部分 衍生出来 所以你只要把 那个规则找到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自动化 那自动化之外的话 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把图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边 做好之后 我想要把枢纽分析图画出来 怎么做 之前我们做法 是从选项里面 一个枢纽分析图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可以 把那个柱状图找出来 然后把它画出来 那一样的动作 其实你也可以把 枢纽分析图 产生的这个过程录下来 然后呢 最后假设我已经录好了 然后也可以直接在 具体里面呢 录了一个叫枢纽分析图 执行一下 图也帮我画到旁边了 你会发现图 这部分呢 也可以摆在 你要放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 将来你有多个范围 一样可以画多个图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延伸性就可能 请各位就自行再练习一下 因为我们的范例 后面还有两题要讲 所以这一题大概 后面延伸的部分 就请各位 花一点时间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 再做一下那个 相关的那个变化 我刚讲过 这个地方 可能修改的重点 大家注意一下 那 再来待会 可能我们就要延伸到 另外一题 叫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01这一题 所以待会请各位 帮我开启 问卷调查01这一题 那这一题 比较困难的点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有讲到 其实里面就是要把 后面的清单 这边 把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 全部查 查出来 比如说他原来前面 放的是编号 那我要把它怎么样 从这个编号 这个性别的编号 把它的性别真的查过来 可是 这边的话当然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好像在那个前一个单元有讲到 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法 一次全部做完 但是一次做完还不够 我希望做完之后 可以变成说一键完成 那所谓的一键完成 就是说最好可以这样 就是可以直接把那个结果 看一下 这边的一键完成 这边的话最后可以自动化 按下这个问卷调查 自动帮我把结果全部做完 按下清除 这边就全部清空了 也就每一次如果问卷调查 要更新的话 我只要按一下 里面的全部资料 全部都帮我比对完成 帮我那个把它查过来 这个地方 请各位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 早上的部分 如果你已经做完了 记得存档的时候 千万注意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聚集 有VBA 所以你储存的时候 假设按存档 记得这边要按 4或佛 你按4就完蛋了 OK 所以千万记得 不要选4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说 下列功能无法储存在无活液部 所谓无活液部 意思就是说 无聚集的活液 无聚集 指的就是XLSX 这种格式 预设的格式 是不会储存任何的 那个聚集或VBA的 所以呢 请你记得 你按4的话 他存进去 那你刚刚写的VBA 就 全部消失了 也 就不回来了 OK 如果你按4的话 很抱歉 可能你就会 就麻烦了 OK 就要重来了 因为没有了 记得按4 那4之后的话呢 记得把它储存 当然如果你是新版 他会跳一个什么浏览 让你存在哪个地方 那如果是我 这边是2010 你就存档类型 记得选择那个 本来预设的是第一个 你选第二个 啟用聚集的活液部 如果你选错的话 那很抱歉 你之前做的任何的东西 就要重来了 OK 不过重来也好啦 这东西其实很花时间的 你做一次就成功 那你表示你是天才了 应该没有了一次就成功了 所以可能会 需要多做几次啦 那 另外的话呢 等到你成功之后 尽量就是多多用在工作上 因为真的 这种东西 可能刚开始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都会 有问题 都会错掉 那尽量就是分割 再分割 慢慢再录 最后把它储存一下 那储存之后呢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存完的档案 它基本上呢 就会显示出来的那个样子 会长得不太一样 就是它会有个惊叹号 所以 如果你把它改成就是 大的图示的话 理论上它应该会 看到这边储存的 它 会有几个比较不一样的 我把它检视改成大图示 那你会发现呢 它最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它的副档名 是XLSM 不过有些我们的电脑 应该没办法显示 副档名 如果你没有显示副档名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那个惊叹号存不存在 如果你有惊叹号的话 那表示啊 你这个储存 应该就是成功的 但是请记得啊 这种格式 是Excel2007以后 才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2003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 直接存档就好了 因为2003以前就是XLS而已 那它没有区分啊 那为什么会在2007以后 发生这样的改变啊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那时候发生很多 那个聚集病毒啊 就是你一开启说 哇发现那个聚集病毒 就把你的那个整个画面 让你跳跳跳跳 让你的整个Ecell就当掉了 甚至连你的电脑 你的Windows就当掉了 所以那时候微软就开始想说 这个不行 如果说随时人家里面写一点程式 然后你一开起来之后呢 你的电脑就被他给弄到当机 或者甚至绑架你的这个电脑 那当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们现在都会有存档一定会问你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下一次把它开起来 假设我下一次啊 再把它开起来的话 理论上他预设是不会执行的 你按这个按钮都不会理你 他会跳出说 你这个无法执行 为什么呢 因为哦 你要执行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一定会有个什么 啟用内容 也就是说他预设就是不要让你用了 除非你开启的时候 你要自己按一下啟用内容 如果你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那你之前做的按钮 或者是录了程式 也是没有办法执行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开发人员嘛 开发人员要注意的细节实在太多了 跟一般应用人员 就遇到的问题又不太相同 所以其实 如果你当一个办公室应用人员的话 那可能就是人家给你什么功能 你才有办法做到 但设计人员是 那个功能也许不存在 但是你需要这个功能 那你可以量身定做 可以把它做出来 有点像是for你自己个人的 或者是for你的部门里面的特殊需求 好处是说 它就可以快速大大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只是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 而且比较需要注意的点非常的多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执行它 一定要按确定 然后一定要启用内容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什么产品枢纽分析 按下它 产品分析就出来了 那切回来 然后枢纽自动画 这边就出来 那要画个图 这样的话 其实 只要里面有那个执行它 画图 图就画出来了 这些其实都入字聚集 里面都有 OK 所以单一个没问题的话 那后面我们就要讲多个了 多个就是说 假如你会有很多栏 很多枢纽分析 你希望按一下 自动全部把那个枢纽分析表 全部都画完 这个地方就会更更 又比早上讲的更复杂 不过难度也比较高 但是实用度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题是存档 儲存起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做那个 第一个 就是问卷调查的 就是怎么样呢 快速先把你 这里面的 资料先查完 然后查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画什么 画那个我们要的 这个 这个枢纽分析表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档案先儲存好了 第一阶段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开启那个 问卷调查01原始党 这个部分